真的觉得自己很无助 痛哭泪流 庄太太抱孩子 站在了台中看守所前面 就怕前一天刚被CPR救回一命的丈夫 高血压的病情会再度复发 我是希望他的药能够让他正常吃 让他身体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 不要发生到什么危险 丈夫因为工程纠纷涉案 遭收押禁件进了台中看守所 有十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庄先生 过去挂点滴 牵小女儿的手几乎每天都要跑医院 而太太指控想把丈夫 服用了十多年的高血压处方药 送进看守所却被所发拒绝 5月6号张姓收容人 因为低血糖加上了高血压 从台中看守所被紧急送进了 台中监狱陪德医院急救 家属认为都怪所方 不让家属带药给收容人 但看守所强调陪德医院 已经有足够的医疗资源 家属还指控就算不给带药 但看守所就连外面大医院的 处方签也不看 所方则反驳 每位医师用药习惯本来就不同 事上根据法规 家属的药品 未付医院处方证明 或是看守所的医生 认为药品成分不明 得通知家属领回药品 如果病情紧急的话 台中监狱及看守所 除了陪德医院 还能够把收容人 转送台中中国副医 张信收容人 因为严重的高血压 以及糖尿病 目前在台中陪德医院 介护就医中 看守所也安排 医师和家属直接讨论病情 强调一切的处理 合乎规定 记者陈广瑞 朱显明台中报道